新港区的年度性暑 新港五九十 特色龙目三片寄社区这天标用华东 在这里最久价值 也就是十字月设置合设三年转两天 就要在新港港广性大丁党 现在除了有新港五百DIY 政策的目标表演和农着三片的电视 也会来标用在新港的社区这天 感谢他们的负责 新港区党叶梦隆 特别要策略全国的乡亲社会来新港到楼 感受新港的精神 代表新港区精神的尼多瓦东 新港五九十 到你会找你找什么新港公共规定 新港行政也有明明标识 新港市地保抵 拥有形成的综合文化 富业的農地産品和工业産品 其中 感谢他添加养鸡羹 高兴头新港医 比清为新港五百 因为他们有够赞 有够少人家义 香港所迷你 都帝力典现五百 不同的新样貌 透过华东 两乡亲近 签读体验以及了解 新港農地産品 以及工业産品的特质和宝费 非常欢迎这礼拜了 来新港欢乐 多贵 我们新港相公所将于12月2号 3号 在新港公园举办这个新港五构战 自公表扬 即我们新港农特产品的一个行销活动 自公表扬之外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今年我们的友好城市 我们日本的飞驼市 那也将在12月2号 来现场举办 这个免费限量的一个拉面的试吃 这所有的面都是从日本带过来的 那12月3号会有我们的嘉义县 养猪事业协会 我们国产猪的一个行销 现场会有这个猪肉试吃 烤猪 那当天因为12月3号 当天刚好是我们这个新港风天宫 举办金虎也路跑 也提供了这个1000张的这个摩采券 给所有路跑的选手 凭着他的这个参赛的一个布条 那可以来免费兑换限量的摩采券 新港五构战 喜削 削团的表演 普通公告示和人 表演 业述杂技 专业乐团的演唱 表演 以及普通游戏 另外 也有三小班 新港美力最宽 新港社区的特色美食 社区发展 丁热在地美食 手工的 農博三品 消责 当天新港买了 以及都完成 世心事務聪明堂 新港乡彩虹不得 在整个嘉义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 那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线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 加油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 跟所有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的密码 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 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加油先给了我们 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 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卖 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 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生活 和美国的麻将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